外国小哥在河滩边的草地上寻找着什么 却不止这不远的地方 有几条肥大的年鱼 正努力从草地上的洞口往外钻着 这么好的事情我怎么发现不到呢 真想喊他一声快点过来 这里有大年鱼 小哥配合的用手中的铁杆搓了搓地面 这边翻一翻 那边挖一挖 一步一步的靠近了 往外钻的年鱼越来越多 小哥终于发现了它们 兴奋地扑了过来 你说的是哪国语言呢 小哥将外面的几条抓到铁盆里以后 想着这个洞口里应该还有吧 他伸手去洞里掏了掏 一个机灵吓得以为洞里有什么怪物呢 结果只掏出了三条小年鱼 当然不甘心 带了这么一个大盆 怎么会就这么几条呢 终于抓了一条大的 这下晚上可以加餐了 红烧年鱼 年鱼炖豆 蒜菜烧年鱼 小别人在幻想晚餐的时候 小哥又从这个洞里 抓到了很多条 真是一个宝地呀 快点告诉我 我也要去这个神奇的地方 抓年鱼 羡慕小哥 满点儿归呀 观众朋友们觉得 小哥的运气好了 关注我 继续带您探索 这奇妙而有趣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